朱元璋心狠手辣,但对九十岁以上老人免罪,一种情况例外。 朱元璋出身怀又不羁,生活在社会的底层, 其亲眼目睹了元末统治阶级的腐败,官吏的贪赃王法,地主豪强的横征暴敛, 明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,才激起了人民的反抗,导致了元朝的灭亡。 因此,朱元璋称帝之后,在立法方面,首先是加强励志,严惩贪官无力,主张以重点制式, 同时,他也继承了传统得主行府的立法思想,提倡明理一道民,定律以绳完。 大明律明律律中规定,凡七十岁以上,十五岁以下以及费夷之人, 除犯谋犯原作阴流,造出谷毒、财生,杀一家三人家口,会涉由流者外,犯流罪以下的均可收属。 八十岁以上,十岁以下以及费夕之人,犯杀人罪因死者, 易逆奏文,取自上财,倒极伤人者可以收属, 其余有罪的都不需要承担行事责任。 九十岁以上,七岁以下之人,虽有死罪而不可加刑, 当然,反逆之人,不用此律。 可见,明律仍然是沿用了唐律中, 关于宽又老又废极犯罪的规定, 也足以看出唐律对后事的影响之深, 明律只是在关于赌籍的人犯犯、逆、杀人因死的规定上, 改唐律规定上行,被易逆奏文,取自上财。 满族统治者入官以后,建立了清帝国, 取代了明朝对全国的统治地位, 清承明治,在立法方面,仍然用明律, 并结合本民族原有的法律制度, 制定了新的律令,提出了详义明律, 参以国制,增损伎俩,其余平均的立法原则。 因此,大清律令中有关老年人犯罪的规定与大明律, 如出一辙,明清两朝的法律, 对于续行、民老等措施, 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改进, 其积极组织各类会审活动, 用以对罪犯实行宽幼, 如使用朝审、大审、秋审、热审等形式, 对监狱进行清理,主要包括设诱、减免等措施。 虽然这几种措施并不是主要针对老年人设立的, 但是同其他囚犯相比, 老年人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设诱的程度上, 都能得到更大幅度的宽幼和赦免。 对于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废纪人等, 明朝总结了历代尤其是唐宋敏囚制度的经验, 对于上述人员决定予以单独关押, 明慧典中记载, 红武元年龄, 近细囚徒年七十岁以上, 十五岁以下, 废纪散收, 心众不许混杂。